下午3年 郭艾伦突船会休息 姚明头疼 刘兰城最大输家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刘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运朋友啊 能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刘兰队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CB的第三阶段马上就开始了 在三月初 本次的CB呢将分为两个主场 第一个是在凡山赛区 第二个是在沈阳 可以说作为上赛季的亚军 刘兰队呢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在本赛季啊 再次获得CB的总冠军 其实作为本赛季来说 刘兰队呢是非常有希望的 广东队确实遭遇了很多问题 今年的总决赛 刘兰队非常有希望得冠 作为刘兰队当家球星郭艾伦也是受到海盗球迷的高度关注吧 海盗球迷也是非常希望郭艾伦能够打出好的状态 争取呢 带领刘兰队啊 能够在本赛季CB的总决赛中啊 击败最大对手郭艾伦队冬万 就在刚刚呢 下午三点的时候 刘兰队的当家球星郭艾伦也是突然传出了坏消息 他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啊 发布了一个动态 也是表示心情极度低落 当病人问起是什么人的时候呢 郭艾伦是表示我的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郭艾伦因为受伤也是影响了自己的一些状态 当时郭艾伦那个受伤呢 是因为红明圈的一个电酒 也是造成了郭艾伦的受伤 赛后呢 郭艾伦是说出了一些 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不满 看来郭艾伦自己的这个伤势啊 目前还没完全恢复 不然他也不会发布这样一个动态 从中呢 也可以看出呢 作为辽宁队来说呢 在郭艾伦有伤的情况下 如果坚持使用他的话 可能会对于辽宁队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情况 主角上杨敏呢 可以说也是比较头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 如果郭艾伦的伤势影响他的发挥的话 在第三天的比赛 如果郭艾伦上场时间过多 可能自己的伤势呢 会更加严重 这其实对于杨敏来说 他是最不希望看的事情 因为你郭艾伦如果自己的伤病 不能够好好的控制好 到了几乎赛中 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出场时间 包括对于投赖的一些转移度 都会受到影响 作为杨敏来说呢 他需要保护郭艾伦 郭艾伦在伤势没有完全好力所之前 很有可能对于郭艾伦啊 进行一个保护性的上场时间 可能不会打太久 郭艾伦受伤之后啊 可以说刘兰也是成为了最大数价 因为目前来看 郭艾伦的伤势啊 还是比较严重的 一直还没有恢复好 可能在地团 可能也会影响 整个地团阵的比赛 如果真是受到影响 本台记刘兰队想夺冠的话 还是需要倚仗郭艾伦 刘兰队能够在几乎赛走多远 还是全靠郭艾伦的发挥 但是目前来看 但是目前来看 郭艾伦的伤命啊 其实一直没有恢复好 所以说 上次刘兰大战之后呢 郭艾伦的受伤 也是造就了 刘兰成为目前最大的输家 我们是希望呢 郭艾伦能够走着的康复 完全的康复好 争取呢 在以后的几乎赛中 半决赛 总决赛中 能够有一个最后的状态 去迎接每场比赛 尤其是到了总决赛中 我们是希望呢 郭艾伦能够满血归来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下期待